好,那刚刚我们看过这个插动放大器它的插动争议跟公模争议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插动输入电阻 那插动输入电阻就是看这两端的电压差所产生的一个输入跟有多大 那RID的部分就是现在我在这两端加一个VID的电压 就分帅子看这两端,给一个VID的电压 那VID的电压我们知道正过端这里会有一个Virtual Short 虽然它没有实际上短路 但实际上它的电压会是一样 那你由插动电压进来的话 你这里进来的电流I1,Ii 那这里过来的电流也是Ii 那这两个电压一样,你就可以把这两个回路把它接起来 所以实际上你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电阻 这么简单 因为它的插动电阻 插动输入电阻就是 两倍的R1 那这主要就是因为这两个电压差的部分 所产生的这个插动电流 那刚才的插动放大器 虽然它可以放大你两个的电压差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插动的输入电阻 其实不是很大 就是它跟板架放大器一样类似 就是它会是连接到输入电压端的这个电阻 来决定它的输入电阻的大小 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有一个比较高的输入电阻 那相对的可能我们要做另外一下主态的一个改变 那这种插动放大器比较有名的就是价格 价器放大器 那价器放大器的部分是透过三个运算放大器来组合 我像刚才只需要一个运算放大器 你就可以谈到一个插动放大电路 那在这边 它前面两个都是一个非反向放大器 你看它都接到正端 那我接到正端相对的它的输入电阻就比较多少 无限大 所以它的插动输入电阻就无限大 那这两个的输出在经过后面一个插动放大电路 就我们刚才所讲的它的插动放大电路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两个的电压差再做放大 那一开始在这里就是两个独立的一个非反向放大器 那由这个非反向放大器我们知道它的争议会是多少 1加R1分之R2VI1 那像这个这边是1加R1分之R2VI2 那这两个电压在经过后面这一级插动放大 所以这样我们所以可得到的争议 VO的电压会是 1加R1分之R2就是第一级的放大 那第二级的放大是R3分之R4 所以它的插动争议会是有两个 一个是第二级跟第一级这两个相乘 那这个放大背路 放大器将的一个架构有几个缺点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级的放大 那这样不管是插动电压还是共模电压它都会放大多少 1加上R1分之R2VI2 那这个不管我的讯号共模的讯号还是插动的讯号 它都会同样的放大 所以相对的它的共模争议会变得比较大 了解意思吗 这一端共模争议如果你想上或许不好 但是实际上你在制作的时候 这些一定都会有一些误差 所以它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共模争议会变 那这第一端 这里它 它会把输入电压放大1加R1分之R2倍 所以现在这两个的差就变成多少 1加R1分之R2 VI2减掉VI1 那我们知道这两个的电压会有插动成分 也会有共模成分 那共模成分它一样会乘以多少 1加R1分之R2倍 所以共模电压它一样会把它放大 那这是它第一个不好的地方 那第二个是你的第一集 比如前面这两个非百项放大戏 它必须是perfectly matched 就是它必须完全匹配 那如果不完全匹配怎样 这两个的争议不一样 那这两个争议如果不一样怎样 相对的你的输出就不会刚好是 这两个的电压差的比喻 了解一次 哎呦 假设这个现在是多少 101倍 那这只有99倍 那这样怎样 这个输出就不会刚好是 VI1减VI2 可是它会有一些微填 那如果更差一点 这个是110 那这是90 那相对的怎样 共模电压的放大更大 那相对的你的输出就不是只有 超多的成分 好那第三个就是我如果想要能改变我的争议值呢 我要去改变我的争议 那我要去改变争议 你可能要同时改变 两个R1电阻 还是同时改变两个R3电阻 比如在这里的话 你必须同时改变两个电阻 而且 而且 你如果要完全Match 你又要两个电阻 怎样 改变的幅度是一样的大小 那这早期也有这样的做法 有 早期有一些电阻 那就是同轴 然后在这里的话 可能有几个可变电阻 穿在一起 那这样去做 不过本身基本上怎样 一样你电阻之间一定没有办法完全匹配 那做出来 它的转角跟电阻值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所以相对的这些都会让它不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插动 那这个电路其实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 它就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些阶段 那这小小的改变就是把刚才的这个接地点把它拿掉 刚才如果这里有接地点 那这两个放大器它是各自独立的 但是我如果把那个电阻把它 就是那个X那一个接地点把它拿掉之后 那现在电路就变成这样 因为这时候A1A2个别一样会有一个复回收回来 就是两个立式非反向放大器这样的架构 那一样你由WATU SHOT可以得到 A2的负端这一点的电压是等于VI2 好所以2R1这两端的电压差就会是多少 VI2减掉VI1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电流流过去 那这个电流的大小会是VID再除以2R1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不管这个电阻多少 怎样我这里流过的电流一定是这样 那相对于 那相对于 这个你如果把它 多一个接地点呢 这里过来的电流是多少 VI2除以R1 那这里过来的电流呢 VI1除以R1 所以流过这两个电阻的电流其实是呀 不会一样而且方向也不同 那透过这样的修正之后 那这两个流过来的电流会一样 那一样怎样 这个电流它会流过R2 那会需要从R2这里流过来 因为这里进来的电流都可以 所以在这里这个回路上的电流都是呀 一样的大小 它都会是等于VID除以2R1 OK 所以这样的形形下 VID除以2R1的电压会等于多少 只有这一点的电压 那这一点的电压会是VI1 再减掉R2的压降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会是VI1 再减掉R2 所以这时候V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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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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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就是原来的值copy过来而已 它只有插动电压放大而已 并不会有共模电压的放大 所以相对的它的共模具吃比 就会比刚才那个要好很多 因为刚才的共模电压会被放大 那在这边它是不会被放大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那个插动放大的倍率跟R2这个电阻 它的MATR与否并没有关系 这两个R2的电阻如果不一样呢 这一个是R2 这一个是R2班 那它的这两边的输出 它的插动电压一样会是多少 VID再乘以1加上2R1分之R2加上R2班 也就是它不会因为这两个电阻不MATCH 而造成怎样 我的VID不会是 就是你的输出不会是 刚好VID乘以一个整数MAT 就像刚才这个情形 这个电阻这两个电阻如果不一样 那这两个输出电压的放大倍率就不一样 所以你的输出就不会刚好是VID再乘以一个整数MATCH 输出怎样 它只是VID的倍率不一样而已 并不会是像刚才怎样 它不是刚好是VID的一个倍率 然后它的V01跟V02 这两个的差 不会是刚好VID的一个倍率 那在这里是可以的 但是这两个的MATCH就很重要 这个部分一定要MATCH 因为这样的架构 你不MATCH的话 后面的放大倍率就不一样 那刚才不MATCH主要是针对前面这部分 比如在这边它只需要一个R2电阻 那相对R1电阻 这个电阻 然后这两个电阻不MATCH 其实并不会对它的插动争议这样的一个放大倍率 有差异 但是它出来还是一个插动争议的一个倍率 那下面就是讲到共膜讯号的部分 它的共膜电压并不会被放大 然后它只是把它这样 1比1的呈现在它的输出端而已 那再来一个是蛮重要的 然后它的争议 现在我只有改变一个R1的电阻就可以得到 然后R1你一样把它试做一个电阻 那我只要改变一个电阻 那就可以改变它的插动争议 并不像刚才一开始这样的架构 那你需要同时改变 同时改变这两个电阻 还是改变这两个电阻 好 那这个的应用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 那在这边我们要design一个instrumentational amplifier 那这个amplifier 假设它要提供的争议是2到1000倍 就是我希望它有2到1000倍的一个争议 那在这边我们用一个100kΩ的可变电阻 那一般来讲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讲 因为它是R1分之R2 所以它的倍率跟R1有关 所以在这里它R1会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电阻在这边 然后它是有一部分可变 变到最后你最小需要一个电阻值 因为否则你看这个R1如果等于0 那你的争议会变成无限大 那这部分它就会失载 所以相对的在这里你必须保持一个R1的最小值 所以这个电阻的implement通常会是 我一个可变电阻在串一个电阻值 算一个固定电阻 好那如果是我现在2R1 现在变成一个R1V 就是可变电阻 再加上一个R1F就是Fixed 就是一个固定电阻加上一个可变电阻 所以现在我们要的增益它是2到1000倍 那我们看在这里就是这两个相乘要2到1000倍 那这个是1加多少 所以你在设计上你会让这个等于1 你会比较好做 对不对 因为你后面乘以1加多少了 那它的增益是要2到1000 对不对 那前面这里这个比率就让它等于1 那等于1之后你就是设计后面这里 后面这里就是1加上2R1分之R2加上R2 不然这是两个不一样 比如上面这里是2R2了 所以你要两倍的话就是R2等于R1 R1最大的时候它等于多少R2 那R1变强就是看巧到多少可以到1000倍 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设计上就是1加上2R2除以R1F加上R1V 这个变成0的时候就是R1最小的时候 那R1最小的时候它的增益要1000 所以由这两个condition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式子 比如当R1V最小的时候 好那这时候它的增益是1加上R1F分之2R2 那这个要等于1000倍 那R1V最大的时候它就是100KΩ 所以1加上R1F加上100KΩ分之2R2 要等于2 好那由第一个 好在这里要两个连力 因为R2也不知道 那由 这两个连力我们可以得到R1F会是等于100.2Ω 就是大概100Ω 那相对的R2是50.05KΩ 好那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变阻值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怎样 我的争议你就可以从2倍变化到1000倍 以后你可以依据你信号的强弱去调整它的放大倍率 好那对上面所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郑又余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张东元 没有问题 张东元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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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没有 好 那没有 我们就往下看 好 那下面我们看到积分器跟微分器 那积分器 微分器在这边的话 就是利用刚才反向放大器的架构 只是在这边我们用 general impedance 以后在这边它连接的元件 就不限定是一个电阻 而是用一般的一个主抗元件 以后在这里它还是用变动元件 那变动元件就是怎样 除了电阻之外 另外有变感跟变容 ILC 那这些都可以来用 所以这样的话它的 本来是电阻 那现在就用impedence来表示 用Z1 那回收的这个用技2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VO比上VI 输出比上输入就是等于多少 负的Z1分之Z2 那由不同的impedence 那相对的可以得到不同的一个电路的功能 好 好 那首先我们看反向积分器 那反向积分器 很简单 现在就是把回收的这个元件 现在把它换成一个电阻 那前端还是一个电阻 好 那这时候 因为你具有负回收 所以这个如果它正常工作的心情下 这一点的电压还是怎样 Virtual管 它是等于0 所以0在这里就有一个电流I1流进来 那I1会是等于 Vi除以 好 那这个电流会 对这个电容充电 那我们知道电容的电压会是等于多少 电容两端的电压等于它的电荷除以电容量 那它的电荷就是怎样 电流对时间积分 I比T 对不对 I T等于Q 那现在学到积分就变成 I比T积分起来就是等于Q 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得到 Vo of T 会是等于负的 Cr分之一 0到T Vi of T 比T 再简单VC 那VC就是它的Nature Condition 当D等于0的时候 电容的电压值 那这是用tanto面的方式表示 那相对的如果用S Domain呢 S Domain S Domain 我们知道电容的impedence等于多少 乘同锐 电容的主抗是多少 在S Domain S C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是R 那这就是用S C分之一来表示 所以现在我的Vo比上Vi就是多少 一样负R分之G2 就是R分之S C分之一 所以就是多少 F Vo F C F C Vo 所以如果在S Domain 你是多少 S C分之一 那我们如果把它用成Vo C Domain呢 Vo Vo 你的S 就用多少?Jω带 所以这样的话 VO比上VI就等于多少? -Jωcr分之1 所以我们看它的大小 看它的绝对值就等于多少? ωcr分之1 那它的相位小呢? 90度 你从负数平面来看 现在是 这个不取决对值的时候 是-Jωcr分之1 那-J分之1 其实就是正J 所以正J对应到就是90度 它的相位小90度 所以这样的话 它的积分频率 Om int 就是等于多少? cr分之1 那相对的 Om等于0的时候 就是在只有的情况下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的真理会是等于多少? 不现大 所以 在这也在实际上去用的时候 我们不会纯粹就用这样的一个架空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讲理想的时候 当然你这也不会有电流进来 但实际上 怎样? 它会有电流进来 就是你会有一些偏压电流 那这两个电压也会有一个offset 那这些电流虽然非常的小 但是它是一个直流成分 比如它的电流只是一直存在 那对一个纯电容来讲 它对直流 它是主抗铭无限大 所以相对的 这样就会让这个积分器这样 因为这些电流跟offset电压 造成它持续的积分 那最后它就会到达它家 正负宝盒 那一旦到了正负宝盒 等一下 它就不具有积分器这样的一个测型 因为它的只有的增益是能无限大 那它的unity gain的地方 就是积分器的频率 就是r1分之一 所以在实用上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这两个 这个电容在 并离一个rf的电阻 那rf的电阻主要就是提供一个直流的回收路径 相对的就是在直流的情形下 它的增益 就不会因为电容而变成无限大 而会是变成一个有限值 好 所以加上rf之后 现在你的transfer function vos比上vos 就变成多少 复的r分之rf 而不是无限大 那这个 在实用上 当然这个笔值越大 你的 积分器的理想特性越好 那笔值小一点 它的积分器的理想性又不是那么的大 好这样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积分器的部分 好那如果没有 接下来我们来看微分器 那微分器相对的就比较不会怕像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直流的一些 偏压跟Osset 因为这部分的话呢 直流的偏压部分 这部分比较不会有影响 好那微分器是把刚才的积分器它的电阻电容现在把它对调 那两个对调之后 现在输出端到输 复端输入 一样通过一个r回收回来 所以在正常的操作经济下 这两端会有vitch of short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会变成0 那这点等于0的时候 当我的输入电压为vi of t 那它流进来的电流 i of t 会是等于多的 cdvi of tdT 对不对 这个是只知道了 然后你电容两端的电压v是等于q除以c 那q我们刚才讲它是多少 i of t 所以你对这个微分 那积分 微分就变成i 所以你的i 所以你的i会是 c分之 dvi of t 那 vo of t呢 会是负的 r 再乘以这个电流 所以变成负的rcdvi of t 微分预算质 所以你乘以s 其实在tendomain就是这样 微分 好 所以你如果把它换到frequency domain 那s就变成j omega 所以这时候它的大小就等于多少 o b cr 那相对的 现在你的fine是多少 -90度 因为你现在是-j嘛 那-j 对应到的就是-90度 那你的微分常数就是cr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运算放大器的 非理想特性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看dc的imperfection 那这里面包含的 of safety 就是 离谱电压 比如正常的运算放大器 那它主要就是 要放大输入跟输出端 两边的电压差 所以它内部架构的话 其实会由 一些匹配的元件 去组成你的正负的一个输入端 那这些匹配的元件 你在制作上总是会有一些 等一下 不完全一致的地方 比如像你做一个电阻 那电阻它一定有无差 还是做电晶体 那它的一些β值 还是is电流 这些一定会有一些差异 那这些差异 造成 当我两个输入端 把它用相同的电位 接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你同时把它接地 但实际上 怎样 它进来的电流 电压电流会有一些差异 然后 因为你元件不匹配 所以相对的它 在内部电路里面 这两个分支的电流的 电压状况也不完全一致 所以这样的话会使得它的输出端 会有一个电压 那这个电压通常就是 你如果在输出端插一个 VOS的电压 就是我插上 加上一个差异电压的话 可以把这个输出电压归离 所以相对的 我们 要看一个Gio Observe Voltage 这样的一个运算放大器 那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符号来表示 以后 你实际上一个换大器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Observe 就是它没有Observe电压的换大器 那在实际 在里面的话 加上一个Observe电压 VOS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我这两个电压 如果我同时把它接地的时候 就是你外面看到的就是这两个短点 那我这两个短点把它接地 那我的输出等于多少 输出实际上 假设这个的开路争议是A 那输出在这里就会是多少 这两个的电压实际上 在内部上看它可以插一个VOS的电压 所以你的输出就会是A乘以VOS 那一般来讲VOS虽然不是很大 可能是几个miniVolt 但是你的A很大 所以在这里它就会变成怎样 到达正负保和 有VOS可能为正可能为负 那主要就是看你两边不匹配的情形是怎样 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预知 你只知道你在统计上 我做出来它两个大概平均会有多大的差异 那这些差异大概会造成 多大的一个Segle固定 那这个部分就我刚才说明的部分 如果当你的input 两个反应托式接地之后 其实你不用input 而且其实你真正你如果把它开回路的话 那它的VO 几乎大部分都会到达增不保 那这就是它的offset voltage所产生的影响 那offset会发生主要就是因为 内部电路元件的一些不匹配情形 那一般来讲它可能会是1到5miniVolt 还是2到5miniVolt不等 这个电压不大 但是你如果是要开路应用的话 其实它会有蛮大的影响 那相对的你如果是做避回路运用的时候 它的影响就比较不是那么大 除了在像刚才的那些积分器微分器 那你可能会有蛮大的影响 好那这是把它当做一个 你可以把它看成反向放大器还是非反向放大器都可以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部分当做一个实际上的放大器 那它会有个offset电压在正端 那现在就是把它拉出来 就变成当你一个反向放大器还是非反向放大器 你把输入端把它接地之后 那实际上看到的就是讲 我在正端会有一个offset电压在这里 所以这样的话你的Vo电压是等于多少 VoS再乘以1加上R1分之R2 所以这样的话由这样的电路 你大概就可以量这你的offset电压多大 在这里你假设如果让这个100倍好了 就是这是1这是100还是99 那这样的话你大概就是101倍 所以你的Vo电压 如果你刚才这是1mV到5mV 所以乘以100倍之后大概就变成多少 0.1V到0.5V之间 那这样的电压你用电表来量应该都还可以得到蛮好的准确值 还是你用试波器看也可以 那由这个Vo电压你再处理它的增益 那就可以得到你现在这个运算放大器 它的offset电压多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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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电压会跟你的输入电压把它加在一起了 所以相对的这部分会影响到你最大的一个这样offset 就是输出的摆图你现在必须要把offset这部分把它扣掉 好 好 好 那对一般的放大器来讲 对 那它其实会有两个角去做offset ruling的一个端 那对741来讲它就是EU 那这个主要它是会接到内部的电路 那透过这个电阻去分流把它的电路不匹配的成分把它消掉 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 接近offset3的一个运算放大器 好 所以透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几乎让它这样offset3了 好 那这是另外一个要去降低offset电压对放大器影响的一个方法 好 那这个通常会是用在连螺式交流讯号的部分 对于刚才的一个反向放大器 那我现在再多加一个电容 好 那多加这个电容它主要的用意就是怎样 因为电容对直流成分会怎样挡掉 所以对VOS这个直流电压来讲 电容串起来就等于开路 好 所以这时候的话VO的电压就只会是VOS 而不会是像刚才会怎样 乘以1加R1分之R2 所以这样的话一样可以降低VOS的影响 了解意思 比如我的输入讯号是交流讯号 那交流讯号对这电容对交流讯号来讲 是短路 所以我的输出一样会是多少 R1分之R2负的VI 那VOS的身份呢 因为VOS是直流 所以这个电容对它来讲是开路 那对它来讲开路就变成这样的架构 所以VO的电压在这里就等于 副端的电压就等于VOS 所以这样的话你整个输出就变成这个加上VOS 所以Obset在这里就没有这样放大 那这样的话它就 会收到Obset 就是收到Obset影响就少很多了 好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同学对非理想特性这里 可能会觉得比较 复杂一点 那基本上即使你从架构上去想 应该不会说很难 如果要考虑VOS的时候是两个加起来 因为在这里就是 纯粹把两个成分来分析 就是两个把它分开来看 还是你也可以一次用 Super普及旋家的一个观念来想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